听老人这样的话就能比较快速 因为老人家不愿意我们走弯路 所以父母老师都希望我们赶快成就 所以老实听话 但是不能着急的心学佛 你的心要安定下来 这个法才能入自己的心 所以学佛首先让自己的心要安定 唯学第一个功夫 要详得浮躁之气定下来 心怎么定呢 吃饭慢一点 走路慢一点 说话慢一点 动作慢一点 然后不要胡思乱想 多想阿弥陀佛 多念阿弥陀佛 这个心就比较容易定下来 常常妄想纷飞 这个心不容易定 所以佛法有一个名词叫法器 为什么用器鸣来比喻呢 你看一个杯子 你把它倒茶 沉住了 可是这个杯子假如漏洞了呢 你一倒哇 漏完了 你心这么散乱 左耳听右耳出去了 哇 留完了 这个法呢 都没有 入心了 遇到境界一句也提不起来 没有得到受用了 所以心不能浮躁 而且心呢 要很恭敬 一份沉静 得一份第一 十分沉静 得十分第一 对老人家教诲 不怀疑 怀疑也是毒素碗 就好像这一杯茶呢 这个茶杯里面有毒药 倒下去不能喝了 还有呢 这个杯子啊 板着扣了 怎么倒不进去了 这个态度啊 傲慢 我慢高山 你要跟老和尚学习 但你傲慢 法水不入啊 老人家的法语啊 教委入不了心了 所以这个都是调整好啊 态度 才能很好的来学佛 那首先呢 坚毅灵啊 要听认识佛教 认识清楚什么是佛教 老人家说有六种佛教啊 五种是错误的 一定要学正确的啊 原始的佛教 教育的佛教 再来呢 其实跟我们刚刚回答的问题都很有关系 比方 要先从啊 敬业三幅 第一幅开始学 所以您听经啊 弟子归 太上感恩篇 十善业道经 这几步基础的经 这几步基础的经典要学 一步一步学 教之道贵以专 学之道也贵以专 你不能今天翻翻弟子归 明天翻翻太上感恩篇 后天翻十善业道经 一步 学清楚了 解形相应了 再学第二步 你看老人家在 李秉兰老师坐下学习 他学完一步 老师认可了 才能再学第二步 那这个是 建一灵 认识佛教 还有这三根 辱士道三根 这三部经典要学 还有了凡事训 你对这个命运越了解 你知道命由我做 服自己求 你去落实三根 其实就是改造自己的命运 尤其落实三根 也是改自己的坏习惯 佛法的功夫 就是你放下多少坏习惯 放下多少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三根 断二修善 积功累得 助修 正修念佛 你读无量寿经 你就知道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发愿 而这个上中下三品 都有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这八个字 所以我们要修学佛法 手中要发菩提心 偶尔大师说 你真性切愿 真相信有极乐世界 真相信有阿弥陀佛 而且世间 你看破了 很放下了 不贪求了 很真切 很肯切 愿意去极乐世界 这一念心 也是佛提心 真性切愿 愿生极乐 所以在建议大家 也要学另外一部教诲 醒安大师 劝发不离心闻 这个要学习 好 我继续再开下去 把你吓退了 先这样就好了 这几部我们好好学 学的过程 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探讨 成德原则上 一到两个月 再跟大家做交流 好 阿弥陀佛 再补充一下 这个无量寿经 现在有 这个夏年老会集 黄年老注解 老人家讲解 完整事变 所以这一部注解 对我们 深入净土法能 帮助非常大 这个也是大家要 珍惜的 稀有的因缘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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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